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和大家吃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煉訪問 和大家速報速報 關於這隻雷公作 上次在國際騎士的錦標賽 就抽到潘先生 潘先生發揮得出色 萬步速回來 就捱到個第三 爆了個爛滿 徐義石就說,雷公作 那場國際騎士的錦標賽 是完全受 就位於萬步速這樣說 他說前面 就在那放 靠一個萬步速 就賺到一個有利的形勢 他就說水準不算高 但是雷公作 明天又出了 跑三場的四班一六五零 徐義石就評這隻雷公作 就說這隻馬七歲的老馬 健康是穩定的 今次就配莫雷拉 再跑他的首本路程 徐義石就希望 如果有部速之助 就可以跑入前列 這樣講 小弟就再看這一場的形勢 真的有些快馬 但是這隻馬 就叫做老而未退 而有些班底 看看明天好像石哥分析 看看會不會賺完再賺 所以如果有些形勢配合 這隻雷公作 當然是機會馬 但是如果一扯快的話 那就真的要看看怎樣 各位都是那句 頭不頭注的師兄 知己定奪 講講講 之前葉楚行 轉去廟那裏 那隻奇妙日 一個麻煩 一聲就轉去沈集成 那裏 明天這隻奇妙日 跑二場四班一千米 就是加盟沈之後的第一場上陣 那聽沈集成怎樣去講這隻馬 當然是好過聽我講 沈集成坦然 奇妙日 來到投靠我的日子 都是好淺 現在還是摸索的階段 幸好這隻馬來的時候 情況都是好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安排出賽 沈集成就說 不要當我沒有看過功課 我看過這隻馬以前出賽的片段 發覺奇妙日這隻馬 比較重厚 他相信 跑一千會比一千二米更好 即是留得舒服一點 因為他一千的步速快一點 那隻馬就不用硬拖下去 這樣的意思 他說如果抽到內檔的 留住來跑的效果就更好 那最後奇妙日 就抽到個四檔起步 那看一下這一隻 轉完又轉 應該是幕後心態比較急的馬 但是初轉 會不會給大家一個驚喜 講完又講 投不投注的 都是師兄自己丁奪 講完又講 丁冠豪 和史卓鋒 由上季到現在 合作都是無間的 但是原來他和潘頓的合作 今季在菊草樂廁 取得一勝三位兩殿 全部跑入第四名以內 所以明天他們合作的極速王 和君達聲 那潘丁的合作 看看會不會又交個表現給大家 第八場那隻君達聲 上次一出 就在菊草12米 大勝五個半馬位 都不知用什麼來形容 做到1分08秒9的時間 就贏到這個最快的剃速 這一程 今次升上三班 交不交到表演 當然要跑過自知 至於第四場 這隻極速王 是一隻中心準成的好馬 今季跑三次菊草12米 都是能夠進場的 更加贏了一場頭馬 上次直路太遲望空 才跑輸條頸 跑過第三 今次就用到潘先生的Lawpad 坐下去了 那會不會又是丁潘雙雙合作 會交到表現呢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看這兩隻馬 今季贏馬的日子 都是馬房喜媽的 不知是否舊時候 那些人所說的喜媽馬 各位留不留意的 都是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沈集成今季表現當然是fit 現在排第三位 剛剛還要賭大錢 那一隻最合拍 含含含聲 落到只有22皮 同場那一隻優柔王 就陰功了 跑到爆肝了 今次呢 他有一隻藍莊之歌上陣 哎呀 前一次蝕欣跑過第四 還是第五 回來見到都眼淵了 同日小弟就不幸運 拿大武士和這隻 拿來做膽 拖腳過關 一隻跑第四 一隻跑第五 我都說那隻大武士 夠膽再跑一次第四 哎呀 蝕欣真是好夠膽 又跑一次第四 給我看 真可憐 今次這隻藍莊之歌 上次呢 就配到莫亞 成為刺熱門 但是都是跑過第五回來 那麼 但是呢 沈集成賽後就有話說了 他說這一個莫亞一回來之後呢 就建議這隻藍莊之歌 配備作出變動 叫他除了頭罩 就可能會對這隻馬好些 聽一下沈集成怎麼說 沈集成就說 藍莊之歌 前一次的表現真是好好的 輸給武士精神那場 真可憐 但是蝕欣真的不太好 但是呢 剛剛那場 即是莫亞那場 在這個受重視之下落敗 因為是熱刺熱門 為什麼受重視呢 受公眾馬迷重視 還是沈集成重視 就不得而知啦 那麥亞一回來 一落馬 就已經煞了 跟沈集成 不斷在那裡煞了 就說自己發揮上 有點失誤 這樣說 所以影響了藍莊之歌的表現 跟著 麥亞就跟沈集成建議 為這隻馬 除了頭罩 沈集成就說 喂 冠軍騎斯莫亞 給寶貴意見我 我當然是 照聽照做啦 是不是這樣說 照行照做 所以這次這隻藍莊之歌 就作出配備上的變動 沈集成怎樣評價這隻藍莊之歌呢 沈集成就說 藍莊之歌質素 仍然是新的 仍然是有進步的 現在的健康和狀態都是好 希望今場呢 有形勢的配合 就可以爭取勝利 這樣說 唉 但是小弟看回牌位呢 對手馬都不少 但是今次呢 執過實當 對這隻馬有沒有影響呢 這把跑法就未定型的 很難說的 但是希望這隻藍莊之歌呢 表現都是好 至於投不投注的 師兄喜歡不喜歡的 當然是師兄自己過濾過濾啦 因為他始終都是有變數啦 又脫頭罩 適不適應 不知道啦 可能很好都不定的 那麼執過實當 會不會對跑法作出調整呢 也是很難決定的 那麼希望各位師兄自己過濾一下啦 唉 講開又講啦 徐宇石今天又接受訪問 關於這隻 刑家輝啦 跑七場三班 一六五零啦 之前都已經是領了一場的啦 但是上次真情千八呢 就輸了馬回來喔 但是今次呢 就回去一六五零啦 一時千八 一時一六五零啦 那究竟跑成怎樣 沒有人知道啦 但是最緊要聽一下 徐宇石怎樣去講啦 徐宇石就受訪的時候就講啦 其實刑家輝呀 在上季已經在谷草一里 已經是有好表現的啦 哎呀小弟都記得啦 那場我都選中啦 李保利一早放在前面 突然間跑了 轉了跑法 跟著好位回來呢 就捱到第三啦 他說當時呀 徐宇石講的 當時刑家輝幾乎打開勝利之門的啦 不過呢 質身馬啦 仍然是有待成長啦 今季呢 就更加見到成熟啦 終於在前一仗呢 就拿到他的first winner 第一win啦 那跟著徐宇石就評價啦 其實這一隻 這樣的刑家輝 上次在千八米表現是不差的喔 跑過第五 落後頭馬呢 都不夠半個馬位的 但是他就評價那場賽事呢 他說那一場賽事呢 是六隻馬一起衝線啦 但是那一堆工 真是買了哪一隻呢 能夠進來呢 都是講運數的 六隻馬一起叮叮叮叮叮叮叮 哎呀 進不進來都講命數的 那他就說這場的可能是水準成儀 那他又再說了 他就說嚴格來講 他認為這隻馬現在的階段是1650更加利追趕 他是不是想定住來跑啊?更加利追趕 看他字面這樣說就是這樣 他說1650更利追趕 他就說當起的馬現在勝在狀態好 他起碼都認定這隻馬是當起的 他說今次如果有部速配合 不失為爭勝分子這樣說 如果看他這樣說這句話 就可能真的會定住來跑啊 究竟各位師兄喜不喜歡的 都是師兄自己定奪啦 今天和大家吃的馬場花生說到這裏 希望各位都可以贏啦 拜拜